中美贸易谈判暂露楚光,加上美国公布的劳工市场数据优于预期,令投资者的风险为纳增加,从美国一零年期债价转约和偶美股市明显上升来看,不少资金已转移至风险资产,看来环球投资市场又会有一段好时光了。 究竟现时的环球股市出现好转是由于经济基调改善或是资金换马,不者认为事后者? 因为在过去年多,由中美贸易带来的不明朗因素明显宅外投资意欲。 但现时中美谈判出现突破,当然会令投资者从play safe 变为play hard。 虽然恒指已从上月的低位25522点展转上升至本周三的收市价27689点。 升幅达8.5%,但以年初至今的升幅计算,港股大大跑输其他主要股市。 因此港股仍有空间追落后,只要选择好股下注,回报应该不逐, 如果要不者选择一只有不逐升幅而风险较低的股票。 新世界发展017是可以考虑的,因为新世界在尖沙咀的大型项目, 例如K11 Museum,香港桂麗酒店已启用。 此外,大为尚盖物业也将会于短期内落成,将会为集团带来盈利动力, 从新世界股价重回250天线流上来看。 其股价在未来一至两季内重上今年4月高位13.88元的机会是颇高的。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